繁星朵朵像莲花 天上人间皆莲花 心中开满菩提花 慈悲喜舍争莲花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荣天护法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各位法师 嘉宾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大家好 今天呢又有近五百朵莲花 被栽到了天上 天上的莲花越多 人间的菩萨越多 天上的菩萨越多 人间的慈悲心越多 想在人间铸造一个净土世界 就是靠着大家不断的去学佛 去行佛 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在学佛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干净 人的心灵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所以每天要学佛 每天要清净自己的心灵 人间的净土就是在我们的心灵当中 所以心灵法门就是铸造一个人间的心静的世界 就是在人的心灵当中 不受到五欲六成的污染 铸造一个心灵的净土世界 让我们学佛的人不烦恼 不忧郁不痛苦 不记恨 天天跟佛在一起 天天和慈悲在一起 我们才能在心中真正的铸造出一个极乐世界 今天呢 受弟子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 百分之九十 基本上都摘上莲花了 因为有这么多的佛友 全部看见了菩萨 告诉大家 不单是我们的佛友拜师的时候 看见了菩萨 连我们的保镖 马来西亚人 天天看见各位菩萨在我们的身边 包括隆天护法 我呢 只能稍微 因为这里有将近几十封 就是自己写的 看见菩萨的东西 我今天呢 只能稍微 跟大家讲几句 这个人叫秦敬慧 今天来到观音堂 当进行到师父加持的时候 看到师兄们都打开了手 师父正在加持 一瞬间看到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场地 只见释迦牟尼佛 盘腿坐在红色的莲花座上 身后是很长的金光圈 一直腾空慢慢的打转 四周都是金色滑光 只见师父站在正中的金光处 对着我开心的摇着手 感觉师父是那样的慈悲 向我挥着手 释迦牟尼佛一直在师父身边转着 突然听到声音 就是别人咳嗽的声音 他说他醒过来了 这位刘苏杭 这个很年轻的 我想因为他是在外国语大学的学生 他还写那个 像诗一样的 叫飞龙在天 诸神归位 一玄争起金榜提名 菩萨妈妈在山水画上 师父进来 菩萨就飘了下来 变成了师父 再看画 显然是佛祖端庄树木 光芒万丈 众神护持妙不可言 但到师父灌顶加持的时候 本来瘦瘦发抖的我 如被一席热让包裹 师父的手掌有千钧之重 肉体凡胎的这个秘境 顺时间拖了起来 把我们伸到了云层上端 在云端之处台阶耸立 有八十八佛列位两端 碍于财书学浅 不能想所内之景描述 只记得众位菩萨慈爱万分 有一位金光灿灿的观世音菩萨 手拿着卷轴 正手空中定精细看 榜上游名 这时候的我法喜极了 十分感恩祝佛菩萨 我是一个学德语的学生 身为师父的弟子 那我将来一定要把师父的 佛言佛语翻译成德语 他说 当我定眼一看 山水化的佛祖 竟然还跟我比了一个手势 耶 他说 这是他说的 他说的 那个 他说 这位是 他一共早上念了 两百六十六遍大北周 这个人厉害啊 他说他一直 开始 意识开始模糊 师父给他加持的时候 眼睛半闭半睁 看见了 穿着灰色衣服的 弥勒佛菩萨 身形巨大 戴着大串的佛珠 大大的肚子 右手穿着白色衣衫的 太岁菩萨 在右手边是 观世音菩萨 美妙的金白色衣衫 相貌精妙庄严 柔软的发丝 微锤 我的妈 他很会写啊 在胸前 然后师父来了 给我们加持 他就没好好描绘师父嘛 然后师父的身后 有金白色的 檀城闪闪发光 来了 然后看到了 金白色的巨大法船 师父就在当中 给我们加持 身后大大小小 美妙的诸佛菩萨 给我们加持 马来西亚 刮雪峰会 我们还有叫刮雪的了 就是下雪之后 就刮刮雪 他说 刚才师父在给我们 种莲花的时候 我看到下面全是云 看到白衣观世音菩萨妈妈 从左边一直飘过来 然后我以为不是真的 我再多看了一次 还是看到观世音菩萨过来 我大概这么看了三次 反复认为这是真的 我的眼睛 后来 这个只要一闭上 菩萨就来 那个时候 我肯定这是菩萨了 我知道自己在天上的时候 当我知道在天上的时候 他说我眼泪流的衣服都湿了 全身的毛孔都是张开的 当师父给我灌顶的时候 我整个背部都是很有 很烧很热的感觉 没办法 我只能每一张挖出来一点点 给你们共同分享天上的情况 他说我是上海的心拜师的同修 当师父为每位师兄加持的时候 我看见了 这个佛陀 南京菩萨 还有猪八戒 你们不要这样啊 说猪八戒的时候 鼓掌也要掌声雷动 不要有分别性 否则有分别性 上不了天 做不了菩萨 可以了 可以了 他说在师父把我往上拖的时候 我感觉身体变轻了 有些头晕 和一众黑衣师兄们 什么叫黑衣师兄们 就是大家都穿着西装 一起往上飞 到了一个天宫门口 天宫里面好漂亮 但是出来一个蓝灰蓝甲的武将 手持一根棍状的武器 在黑衣师兄们当中 检视 就眼睛看 偶尔的发现一个目标 他们就用脚 或者用棍子 把它从天上打下去 这就是我今天跟你们讲过的 很多人 我把它拖上去之后 他根本不配 做师父的弟子 就当场的踢下来 这个跟刚刚马来西亚 那个保镖一样讲的 他说天上拦住了很多人 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 为什么今天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都没有上去 你们现在知道了吗 不是我把你们拖上去 一定上得去的 看见吗 然后一连全打脚踢的 弄下去好几个人 看到这里我感觉不好 我怕是幻觉 就释受心神 回到现实 不敢再看下去 后来听师父开示的时候 才明白 却有些师兄 没有被拖上去 才知 所见不虚 弟子和时 廖鱼 你们去假修好了 你们假修根本上不去的 有什么用啊 要征修的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你看太多了 我只能挑一两个 太多了 这个人看见师父的法身了 他说在献查拜师的时候 看到和师父一模一样的 祠祥的脸孔 霍湖 原来这就是师父的法身 师父在给我们弟子开示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云都是白色的 拜师结束之后 回到观音堂时 眼睛闭着的时候 我看见了七彩的天空 还有很多白色 红色 金色的莲花 发喜充满成家宝 不能再讲了 那看到最多的都是 说的是龙啊 还有那个就是 我们说的就是那个 这次的弥勒佛 弥勒佛整个这几天 天天在这里 算了太多了 你看他就说像坐热气球一样上去 看见观世音菩萨身穿白纱裙 高大无比 我只能在观世音菩萨的脚下仰望着 弥勒佛在云朵上笑哈哈 他说天上真的干净啊 朵朵白云 在蓝色的天空中 他说走来走去真的像做梦一样 殊胜的景象 一直到师父开示还在眼前浮现 我都不想睁开眼睛 只想停留在干净的天上 他在边上还写了一句 你们想知道什么吗 告诉你们好吧 他在边上加了一句 感恩师父在我11月4号的时候 送我的生日蛋糕 后面还有四个字 是梦里送的 好玩啊 真的很好玩啊 所以呢 这个是南京的 真的太多了 彩虹啊 观世音菩萨 谭香啊 哎呦 那地藏王菩萨来了 今天地藏王菩萨 手持残葬来了 然后又看到 济公菩萨摇着扇子来了 观世音菩萨手持净瓶 从海上乘风破浪来了 一边持近平 顶的时候 我被人往上拉 听到了打鼓 敲锣的声音 像仙乐一样 全部感觉 我被拉上去七次左右 我以为我想的太多 睁开眼睛 啰鼓声就没有了 净咚啪 净咚啪 哎呦 太多 啊 这个也是很重要 要听不来你们 他说 其他就不讲了 他 念了很多经 二十多遍的时候 他说 有一个老人是南京菩萨 的形象 在揭满苹果的 树林中 有蓝天白云 天空非常的蓝 第二个 有个非常美丽的天地 地中的水 碧波 碧蓝 旁边的开满鲜花 天鹅在池中游戏 第三 看到弥勒佛 观音菩萨 护法神 闪着金光 当时我的身体 不由自主的摇晃起来 第四 在鲜花丛中 师父戴着皇帝的帽子 霍湖似皇帝的形象 乐呵呵呵的 可亲可爱的 朝着我笑 这什么形象 就冲他这一张 下面的全部不念 太多了 这个人笑喘进去的 十分钟之后 不笑喘了 哎呀 这么 哎呀 这么 算了 结束 有一个弟子 去请教他的师父 说 师父啊 人生美好的希望 需要什么呢 我们很多的希望 我们需要什么 这个师父说 幻想 说了幻想 结果这个弟子就说 师父 怎么样才能实现人生美好的希望呢 师父就说 去掉幻想 努力行动 弟子回答道 师父 你不是说 人生美好的希望 需要幻想吗 那为何实现 人生美好的理想 和希望 却要去掉幻想呢 师父说道 如果人生啊 没有美好的幻想 怎么会产生 人生美好的希望呢 然后你知道 如果一昧的 沉眠 沉浸在幻想当中 记住 幻想 永远只是幻想 因为幻想 以后时间长了 会变成虚幻 只有去掉 去掉幻想 努力的去 修心 去行佛 才能实现 人生的美好愿望 幻想 幻想可以开启 人生美好的希望 然而 只能去掉幻想 努力的去 行动 修行 才能成就 人生 美好的 愿望 所以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 幻想 是你开启 人生的希望 但是行动 就是我们人生 美好的愿景 所以 我们学博的人 要懂得 每一天 不但要拜佛念经 还要行佛 行佛就是什么 今天去做 帮助别人的事情 每天去度人 每天去让别人快乐 每天让 每一个人都能够开悟 这就是叫行佛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也叫行佛 在黄昏的时候 有一个人 带着地图 在僧人里 他迷失了 方向 天呢 暗暗的 暗下来了 这个时候呢 他看看整个 森林里 都非常的 黑暗 而且他非常的恐惧 黑暗的恐惧和威胁呢 他感觉到 一步步向他逼近 因为他明白 如果我万一 走路掉了一个坑里边 可能或者线路沼泽 我就完了 说不定走几步 还碰到一个恶狼似乎的野兽 可能正在偷偷的虎视眈眈的 看着他 而且他看见天空啊 又是一场暴风雨似的恐怖 正在袭击他 这时候 他在森林里 非常非常的害怕 星星没有 一片漆黑 突然他的眼前 看见一个流浪汉 他不仅欢呼雀跃 哎呀 终于看见一个人了 他特别开心 跑上去 拉住了流浪汉 问他 我们怎么走出森林 这位陌生的流浪汉 很有善的说 没有关系 我帮助你 走 我们一起走 他们两个一起走 走到最后两个人都迷路了 于是他失望的离开了 这位迷途的陌生伙伴 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路线上来 不过 不过呢 他又碰上了第二个陌生的人 那个人呢 跟他讲 我拥有逃出森林精确的地图 他又跟随那个新的导游 到导游啊 终于发现了 一起走一起走 走到最后呢 发现了这个人是自欺欺人的人 那个地图只不过是他自己画出来的 骗情绪的结果而已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走不出去 他随便画一个 那么这时候他真的深深陷入了绝望当中 他漫无目标的往前走 一路的惊慌和恐惧失误 使他非常的失落 无意间他把手自己插入了自己的口袋当中 摸到了 哎 一张地图 他若有所物的笑了 哦 原来我带地图出来的 只要往自己本身身体上去寻找就可以了 从前 就是过去他只是忙着询问别人 而忽略了他最重要的事 就是在他自己身上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地图 这位迷途者的经历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我们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经常随便的听信他人 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想想办法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 自称他能够帮助你 或者能够知道解决办法的人 而放弃了自我的明智的选择 甚至委屈了自己 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的去追寻绝望 也能去掉希望总在人间 我们做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我们自己没有方向 我们就要寻找 但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误区 让我们让自己心更加的疼痛 所以寻找自己本身的本性 自己的原本的悟性 和我们心中最根本的佛性 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人间的 什么 什么 告诉大家 一定能够走出人间的贪嗔痴慢疑 去寻找菩萨回家的道路 你们记住了啊 在明年二月份 我在新加坡有一个辅导 给大家 那么每一个地方的人 选出来的人都要在 很当场就像这样 问师父的问题 在那前面 然后你们问师父 师父回答了 我突然之间 北方话就吵不冷着 我就会问你 很多玄学问题 问你一些平时师父说过的话 你如果当时能够回答出来 我当时给你打分 所以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去依赖别人 纵使别人能够解除你对真理的焦虑 你不要因诱惑而导入一个 不属于你自己的世界当中 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们 不要太去依赖别人 好好地寻找内心的本性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秘书处做的工作 你们看看 他们给我的钟 现在是几点钟 大家看见了吗 七点钟 看见了吗 七点零五分 这是他们给我的 你们看看现在几点钟啊 他们让我不停地讲 因为昨天已经没有电了 停下来了 我昨天看图层的时候 我说怎么还没有结束 还没结束 今天他们继续这样 这就是秘书处的工作 但是你们如果需要听 师父就一直给你们讲下去 好好啊 记住 慈悲 还有一个定义 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不执着人间的烦恼 我不对我所烦恼的事情 执着 哎呀 我就这么烦 这么烦 这就叫慈悲啊 能爱别人的人 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能够理解别人的人 那是一个有慧根的人啊 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因为他的烦恼太多 一个没有烦恼的人 他的智慧一定是充满的 现在世界人的心根本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 一个人连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思维都不能控制好 他哪有毅力来好好学佛修行啊 所以真正的开悟是懂得舍开始 舍去自己不需要在人间带走的东西 真正的开悟是要舍去自己的小我去成全别人的大我 要理解别人 忘记自己的烦恼才能让自己变为无我 无我才能利他 无就是获得有的基础啊 人活在六道轮回当中 必须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必须要平衡自己的心态 觉得我满足了 我够了 我有了 你才能知足 你才能快乐 要记住 人要有志气 才会有愿力 一个没有志气的人 他是没有愿力的 大家告诉我 你们有没有志气啊 想不想以后百年之后到天上和菩萨在一起啊 好好的精进学博 这就是你们的回天之路 还不找个人上来改一改啊 罪人上来 罪人 一个都不肯上来 你说罪人 一个都不肯上来了 上来一个罪人 你看我们现在的人 真的很怀疑别人 其实人家很好的 他会怀疑 不但是中国人 连西人 他也有这个毛病 我说个真事情给你们听听 就是在今年的八月 你们知道吗 在英国大学做讲师的 Robert 在误认为自己并非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的时候 他在孩子熟岁的时候 他用刀捅死了他的妻子 是一个温州级的华侨 叫刘欣欣 两个孩子分别是十岁和六岁 两名孩子都在附近的学校就读 这个Robert 他精神受着长期焦虑和失眠 他有偏执多疑的感觉 你们知道什么叫偏执多疑吗 经常很多人说肯定是他 你记住了 这个人就是偏执 不可能的 没有其他人会做的 这个事情一定是他做的 这个人就是精神上出问题的 叫偏执多疑 你知道吗 就是他怎么样 对他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说 他跟警察说 我把他杀了 我在他身上捅了76刀 我今天晚上才发现 孩子根本不是我的 结果法医检测发现 刘欣欣身上遭受的总共76处刀伤 该报道还称 这个Robert 他怀疑他的一个朋友 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你们想不想听听结果吗 法师不要这么激动好吗 派人家这么多人干嘛 好好的坐着 学佛人家 碌碌不动 哪里来的 记住了 以后法师不符合规定 不能参加 师父的心灵法门的大法会 你反对是吧 要记住了 要碌碌不动 好好的修行啊 大家听得懂吗 告诉大家 结果 经过亲子鉴定 大家知道亲子鉴定吗 这个母亲 这个母亲的亲生父亲 就是Robert 他本人根本不是跟别人养的 现在知道一个人后悔了吧 当他知道的时候 他哭哭流涕 所以人怎么不要控制好自己啊 你想想看 现在人动不动就怀疑人家 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好 你说说看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所以要把心修干净 把心修到没有尘埃 我们为什么越长大越糊涂啊 我们哪件事做错的事情 不是因为成为大人之后 才做错的吗 因为我们小时候 天天长身体 我们的智慧 跟着爸爸妈妈 跟着老师学 但是长大了 我们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很能干 所以我们长新年 才长了烦恼啊 我们的心一直在倒退 没有孩子那么的纯洁 没有孩子那么大方 没有孩子那么天真 我们失去了孩子般的善良 我们甚至连把人家东西弄坏了都不知道要赔还要逃走 因为孩子没有恨 而我们大人心中充满着恨 孩子没有嫉妒 而我们天天活在嫉妒当中 孩子的心是如此的纯洁 爱着每个世人 而我们每天防着别人 害怕别人伤害我们 所以我们的命运才会变得无常态 所以我们自己的命运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办法控制 最后失去自己真正的生命的本性 你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台长看见那些小孩子就这么爱他们 喜欢把他们加持了吗 现在的人连抽烟喝酒都控制不住 每天发脾气 每天骂孩子 骂太太骂先生 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住 还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啊 佛跟我们说过 生命在无常当中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个无常当中 找到自己真正生命的本原体 那就是我们的佛性啊 我真的拿上来啊快点 不要跑得这么快好吧 像地震一样慢慢跑啊 你可以把脸遮起来没问题呢 因为我要看好世界 我还能他们给我讲多久 他们让我讲到八点五十分 所以我继续跟大家讲 在很久很久以前 当人还是刺着双脚走路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 因为他要到偏远的乡间去旅行 路面不平 刺着他脚痛又麻 回到皇宫之后 他下的一道命令 要将全国所有的道路都铺上一层牛皮 不要让每一个人的脚会刺痛 他认为这样做不仅是为自己 还是造福于人民 让老百姓走路的时候 不再受刺痛之苦 即使他杀进了国内所有的牛 他也凑不够足够的牛皮 而花费的金钱动用的人力 不计其数 虽然根本做不到 但是他还是这么愚蠢 但因为是国王的命令 令老百姓哀声叹气 有一位聪明的仆人 他大胆的向国王提出建议 国王啊 你为什么要心思动众 花费那么多金钱 用牛皮铺路呢 你不能用两片牛皮来包住你的脚吗 国王听了非常的惊讶 但当下也领悟 于是立刻收回成命 采取了这个建议 据说这就是皮鞋的由来啊 好听吗 告诉我们 想改变世界很难 改变自己比较容易 与其要改变这个世界 不如改变我们自己 将自己的双脚包起来 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想法 抵御外界的侵袭 当自己改变之后 你眼中的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所以如果你想世界改变 我需要你第一个的改变 就是自己 因为改变别人是痛苦的 改变自己 那是幸福的开始啊 学佛人要懂得 心若改变 态度就会改变 态度改变 你的习惯就会改变 习惯改变之后 人生就会改变 你们大家觉得我今天 讲的法比昨天可能讲的还好听吧 因为层次不一样 昨天很多 还有很多人是没有接触过的 今天你们都是有学佛的人 还有弟子很多 所以师父呢 要跟你们讲的深一点 稍微讲深一点 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能稍微跟大家讲一点点 这个佛法的真谛 首先 一个人都要学会修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就是克服自己烦恼 克服自己心灵上创伤的一剂良药 记住了 以阴向果 什么意思啊 重的阴 要想到自己的未来的果 也可以以果向阴 以果向阴是什么 先把这个结果想到 才不去造这个因 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见本性是功德 如果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 用你的本性来做 你这个人就叫有功德 我曾经给大家举过个例子 在马路上 你看见一个老妈妈要过马路 你心中想着 哎呀 我做点好事帮帮她吧 你就是做善事 如果你心中想着 我是学博人 我必须要对老人好 我要孝敬父母 视别人父母如自己的父母 这个时候你再去参谱她 你就有功德 那么什么叫修到后来 卢卢不动 什么叫修到后来 我们说空空星空 就是没有想法了 那么我继续把这个例子 举给你们听 当一个人要过马路的时候 你一看他 哎呀 差点摔倒 这个时候你脑子根本没有想 我做功德 我是学博人 主动的上去 把他搀扶起来 那你已经是空性的本性了 记住了 平等就是你的道德 看得起别人 尊重别人 你是个有德的人 大家听得懂吗 我要提意见了 这个师父可以 因为不拍也无所谓的 因为不要转来转去 我不大喜欢的 因为师父喜欢跟人家 你可以远远地拉远距离镜头 然后对着某一个人就可以了 因为你们尽量要笑嘻嘻 他就很容易抓到你们的镜头了 因为一来一去了 气场都不好 我不是唱流行歌曲的 大家听得懂吗 记住了 追求佛性 你必须首先要看见佛性 听得懂吗 你今天说我要学佛 你看见佛了吗 不是眼睛看见 你的心要看见佛的智慧 力量和思维和语言和佛的行为 你今天看见了佛性 你追求佛性 你如果看见了佛性 你就叫正得佛性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学佛有功德没功德 你们要懂得 没有功德 这个人做事情 用本性良心在做 就叫有功德 如果这个人说 我有功德 为了功德去做 你这个人 就是没功德 所以佛法界讲 苦空无常 人生就是生离死别 生命以什么来替换 你们知道吗 就是生老病死 生出来老了 生病了 最后死了 来轮回交替 没有永恒 就叫无常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要学会 以苦为乐 因为修心的人 必须以苦为乐 这是实修的一种境界 我觉得你们好像很听得懂的 好像已经是很有果位了 应该是属于下等下品吧 那下等下品也是菩萨 已经很不容易了 记住了 以苦为乐 好了 我吃苦 我忍耐 好像我吃苦 哎呀还很开心 哎呀苦得不得了 很好很好 这不叫境界 有境界的人 学佛的人 以苦 要转境界 要把苦 转为快乐 怎么样 转啊 发喜充满啊 要寡欲啊 没有欲望 很少的欲望 你才会快乐 你才会快乐 而且寡欲才可清心 乐至天命 无所求啊 怎么样 跟大家稍微讲了深了一点了吧 就你们几个听得懂 其他人都听不太懂 我告诉你们 记住啊 天地宇宙之间 有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知道吗 人在吃苦的时候 他的业力 就在转化 所以很多人吃苦 为什么 一吃苦就消夜 一吃苦就消夜 苦吃的越多 也消的越快 吃苦可以把你 上辈子和这辈子的业力 都会消掉 吃苦越多 消的越快 业障 消除了之后 你的福分 就自然 来了 那 讲一个 师父 跳跃性的思维 就是你们 针对很多人 各种各样 不同的境界 师父用个 预言的故事 给你们打个比方 现在社会上 很多人呢 都是 华言巧语啊 哎呀 真是 我不讲人 我就讲动物 一个预言故事 让你们来 明白 现在在社会上 很多人 交朋友 要当心 啊 一个羊 在山坡上玩 突然 从树林里 喀 穿出来一个狼 看见这个羊 就 哇 很饿 这只狼 因为 好久没 吃东西了 所以肚子饿 叫不下 哇 他要把这个羊 吃掉 这时候呢 他羊跳起来 拼命的 用羊脚啊 就抵抗 并大声的 叫我 大家来救我呀 大家来救我呀 这时候 牛 从树 从中间 往那个地方 看了一下 看见是狼 在 他跑了 马低头一看 发现是个狼 一溜烟 就跑掉了 驴 停下了脚步 发现 是狼 走掉了 溜掉了 这时候 兔子 一 啊 猪进过这里 猪啊 一看见是狼 呱 冲下山坡去了 也逃走了 兔子一听 剑一般的 逃走了 没有冲上去帮助 全跑走了 这时候山下的狗 听见羊的叫 急忙奔上山坡来 从草中中 闪出 一下子咬住了 狼的脖子 这个狼被痛的 叫唤 趁狗在唤气的时候 猖狂的逃走了 这个羊回到家里 之后 羊的朋友都来了 牛首先说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的时候 我的脚 可以挖出 狼的肠子 马说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的蹄子 能够踢碎 狼的脑袋 驢子说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一声吼叫 能吓破狼的胆啊 猪说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用嘴巴一拱 就能让他摔下山去 兔子说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跑得快 我可以传信的 就在这热闹的 这个场所当中 唯独没有看见狗在那里 这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在你们身边 整天 嘻嘻囊囊 觉得要帮助你的人 并不是 一个真正能够帮到你的人 真正的友谊 不是花言巧语 而是在关键的时候 能够伸出手 拉你上来的人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些整天围在你身边 让你有一些小欢喜的朋友 不一定是你的真的朋友 而那些看似远离 实际上在很远的地方 还在关心着我们的人 在你快乐的时候 他发喜充满 在你需要的时候 他默默的为你付出 关心你的人 这些才是我们的佛和菩萨 大家喜欢听师父讲吗 其实呢 讲句心里话 我已经准备了太多 但是要讲 肯定是讲不完的了 我呢 只能 本来呢 上次你们记得 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帮你们讲过 那个关于 上辈子缺了什么德 这辈子会有什么报应 你们记得吗 你们还想听下去吗 好 我考你们 如果你们谁能讲出 我上次讲到第几条 我就讲下去 如果讲不出来 我就不讲了 说明你们根本没好好听 一个都讲不出来了 看见了吗 几啊 做首四第几 四 讲到四啊 五 现在看见了吧 被师父一考就考倒了吧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哄 我本来还给你们讲讲 中国鲁家的教育 庄子 有诗人的九法 就是看人家 你们听过没有啊 想听不了 又想听了 算了 今天给你们换个口味吧 讲讲 庄子 诗人 九 法 九种方法 我的妈呀 还有五分钟了 那怎么办 啊 延长 放电影 简单的告诉大家 好吧 这个 我们中国的鲁家教育 对我们人啊 分析的非常的透彻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 所以孔老夫子啊 庄子啊 这个孟子啊 他们全部都是一些 我们说的圣人 非常的圣人 所以呢 庄子说 看人有九种方法 你可以看出这个人 你可以跟他教 还是不能跟他教 第一 他说 叫远始之而观其中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远离一个人 离开他一段距离 看看他这个人是否忠诚 你们知道吗 忠诚是什么意思 忠诚不一定在你身边天天讲好话 你离开他一段距离 你就知道看看他对这件事情 是不是很认真的去做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为你在做很多事情 这个人就可以看到能不能深交 所以坦诚的人 你就会放心 所以叫远始之而观其中 远远的看他 你就能看到他到底是不是在帮你做很多事情 因为你不在他身边 这是一 记住了吗 第二 禁始之而观其境 什么意思呢 你去保持近距离 与这个人 接触 观察他是否 还能保持 他对你的尊敬 因为人跟人 离得很远的时候 哎呀 你好 你好 哎呀 好久不见 你对他会很尊敬 天天在一起 他就不理你了 这无所谓了 这种人 你就可以看出他有问题 比方说夫妻 在追求你的时候 他对你怎么好 怎么好 怎么尊敬 一等到你嫁给他了 开始慢慢的翻脸了 不开心了 这叫 禁始之而观其境 禁就是对你还敬重不敬重 如果你很近距离 跟他时间接触很长 他慢慢的对你不尊敬了 这种人品德有问题 好听吗 第三 凡始之而观其能 什么意思 将有意的将一些很烦恼的事情交给他 让他去做 看他是不是能够应付自如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你有意的去把一些烦恼的事情 看看他能不能去做 如果这个人看见烦恼的事情 然后呢 他自己呢 不愿意做 不好好做 甚至呢 你拖他的事情呢 他烦得不得了 他就是乱做 那这种人呢 这个有问题了 他的 这个人品有问题了 这叫 凡始之而观其能 这个 竹然问焉而观其之 什么意思啊 就是跟他讲话当中 突然之间就某一个问题对他发问 看他的思维和智慧 就是说 你跟这个人讲话 你趁他思想不备的时候 突然之间问 所以律师里边 心理学里边都有一种 就是说 当你准备好的 你可以回答自如 所以突然之间问你的话 你没有思想准备 你讲出来就是自己的心理话 所以你看看 我们的庄子厉害不厉害啊 这叫竹然问焉而观其 是吧 第五 叫 急语之旗而观其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与对方约定某一件事情 我跟你约好某一件事情 你看他是否能够遵守 遵守 大家比方说 诚信是一个做人的原则 我非常着急的 跟你约定一件事情 看看你能不能 我马上托你很着急的 看看你能不能马上帮我去做 你答应我了 你必须去做 如果你们不马上做 就是你观其性 就是我看出你这个人是没有性欲的 第六 为之以财而观其人 什么意思啊 就是给他们一些利益 给他们一些钱财 去观察这个人 看见钱 看见一些物品之后 他的品质 有意的说 我今天 比方说很多老板就是怎么样 就他的边上的秘书信来的 他要看他在钱方面好不好 就说来 你帮我去买一点东西 给他十块钱 他一想这么大个老板 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他叫我买个面包 你看九块五毛钱 还剩五毛钱 他回来之后 他给五毛钱 他不给老板了 老板马上就知道你这个人是贪财的 你五毛钱都要给他 你哪怕一分钱 你都要找给他 人家老板一看 这个人不贪财 这个人可以用 所以为之以财 而看到你这个人的品质 你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智慧多厉害了吧 老祖宗厉害啊 所以你们也厉害啊 听得懂吗 但是你们厉害了不在路上啊 厉害的人跟人的争斗啊 要厉害哪里啊 要厉害智慧上 让自己的智慧 充满着智慧 也就是说智慧上 加智慧 就是永远在智当中 永远不会脱离智慧 那你就拥有了 般若智慧啊 第七 告知以威 而观其节 节就是节制的节 什么意思呢 将对方 让这个对方 置之于危急的境地当中 比较危难 很苦的 很糟糕的境地当中 你去考察这个人的节操 什么意思啊 很多人自己一苦了 拉住别人 讲别人 你比方说你自己 兄弟之间 说 爸爸说 这东西今天谁拿掉的 你看看危急当中了 爸爸要怪我了 要骂我 要打我 马上就说 不是 肯定是妹妹 肯定是弟弟 就往人家身上推 这个人没有解操 真的听得懂吗 第八 我们的庄子真的很厉害 第八 醉之以酒 而观其折 折就是原则的折 就什么意思啊 跟他去喝一次酒 看看他的为人的原则 中国 过去说酒文化 就是在桌子上 喝酒之后 看你的人品 因为很多人人品好的话 谨言盛行 他有意的 对救了之后 喝酒喝了醉了之后 你再看他讲话 你再看他的 是不是守自己的原则 很多人酒一喝醉了 马上冲着他 哎呀 你是老几啊 其实我跟你说了 我把你当兄弟呀 有时候我看你真的是个 不是东西 好了 出洋相了吧 现在知道了吗 第八 第九 杂志以醋 而观其色 什么意思啊 就是 要看他 这个人好不好 你首先看他 合不合群 如果这个人到哪里 大家都对他很好 到这里 大家对他好 但那里 哎呀 大家都很喜欢他 对不对呀 不同场合 他待人接物 很重要 叫杂志以出 什么呀 不同的地方 你看他 变不变 他的脸色 你看见领导这个 哎呀 张处长 张吉长 哎呀 你好啊 一看见他呢 走过去走过去 你看什么 吵架了 这个人就是 杂志以出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你看看到这个人 是不是人前以后 背后一套 人前一套 这样的话 这样的人 你要表里不一 你要考验 他的品质了 我告诉你们啊 很多人很厉害的 吃饭的时候 听你打电话 就知道你这个人 是好人坏人 坐在一起吃饭 最能够知道你这个人 如果这里坐这个大领导 对不对啊 你在这里 叮叮铃一响 你拿起电话来了 不要烦我好吧 好了好了 再见再见 你说这个人 他会对你好吗 因为他看人 你看 所以你看 有经验的人 不在人前打电话 台长教导你们 以后要记住了 打电话 首先要心平起合 第二 人 大家在讲话的时候 把手机关注 叫尊重人家 第三 碰到事情打电话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要走出去 要有礼貌的 你们这些人 礼貌到哪去了 在店里还没买呢 所以 庄子说的 诗人酒法 实际上就是让你看人 但是看人 不是最终目的 我们要学会帮助人 因为别人不懂 你懂 你才能帮助他 因为别人在 还没有学博 我们要把佛法好的精髓 去告诉他们 这样 你才是人间的菩萨 好了 没时间跟你们讲 关于那个 这个上辈子的事情了 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 这个这个这个 没办法讲了 但是呢 有一个总归要讲的了 有一个总归要讲的了 有一个我在墨尔本 讲过的笑话 你们墨尔本听过吧 没听过啊 假装没听过就好了 请了一个假和尚 听过了 假装没听过就好了 请了一个假和尚 为刚逝世的父亲送金 假和尚要一千块 但是呢 人家家里呢 说太贵了 就说打个八折吧 假和尚同意了 于是开始念经 请浑上冬天 请浑上冬天 这个家里人一听不对啊 极乐世界在西天啊 应该上西天才对啊 师父啊 怎么上冬天啊 要上西天呀 上西天要一千块才可以 八百块只能送你上冬天 他听了之后 连忙都给了他两百块钱 补足差额 这时候假和尚才改口念 请浑上西天 请浑上西天 这个时候突然棺材里 听到了怒骂声 你们这些不孝的东西 就要为了省几个钱 害得我东跑西天 不得安宁 我刚刚跑到冬天 你们又让我跑到西天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师父很开心 我就是跟你们在一起开心 我的晚年以后 年纪大了 我就是需要像这么一个会场 在观音村啦 跟大家天天晚上吃晚饭在一起 因为以后我们退休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你说有什么 大家喜欢跟师父在一起 师父笑话一肚子 哦呦 那么你们一鼓掌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再说一个 讲哪个呢 我又怕讲过 你们听过 农夫啊 去买了 一个农夫啊 他去买了一盒浩子药 就是把老鼠要毒死的药 结果呢 浩子吃了之后啊 大摇大摆的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这个农夫啊 药吃下去怎么没感觉的 大摇大摆走了 接下来呢 他就去找那个商人 卖药的商人 商人说 你要抓到老鼠之后 首先要温开水送福 结果 这个农夫啊 真的很厉害 他还真的等着抓抓抓 啪抓到一个大老鼠 拉住他 用温开水把这个药送下去 送下去之后呢 这个耗子呢 照样慢慢的走掉了 一点都没感觉 结果这个农夫又找到一个商人 跟他说 啊 怎么没用啊 这个商人问他 你喂了几次啊 农夫说一次 哎 你要看一下做明书的 六合一个疗程啊 这些故事啊 就是告诉你们啊 我们在社会上做人啊 有时候啊 真的要想开啊 没有一件事情是顺你意顺你心的 只能自己的心要放开 明白吗 有时候啊 不要为了节约一点钱 不要为了自己懒 不念小房子 让自己的父母亲在下面受苦 我们是学博的人 一定要解脱自己 更要帮助自己的亲人 操脱 能够让他们到天上去 所以我们现在好好的孝顺 以后等我们走了之后 就算你在天界 或者你在人到没还没出去之前 你的孩子说不定帮你念很多小房子 他把你照样操上去 这就是有智慧的人 从小让自己的孩子也念经 你以后就会后继有人了 跟师父在一起开心吗 所以啊 记住了 师父最后再教你们一个方法 做人啊 学佛啊 要记住 就像一个人一样 一个人想要不淋雨 简单的方法 是什么 自己想办法找一把伞吧 自己不努力去想依赖别人 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 淋那个满身都是师 相信自己的力量 求人不如求己啊 想一想 很多人如果今天不出来的话 不请假出来 可能你还在非常痛苦的上班呢 你看你们现在 像在天上一样 多开心啊 我们把希望 如果总是靠在别人的身上 你一定会靠不住 人有两只脑 人有两只脚 一只脚是站不起来的 目的就是要用两只脚 靠自己的力量 人才能站起来 在这个世界上 靠山会吃空山 坐吃山空啊 靠别人 你的心就不定 其实最可靠的 就是相信我们自己的良心和本性 因为我们是佛陀的孩子 因为我们有善良的心 因为我们有佛性在身上 因为别人可以背叛你 我们自己永远不会背叛我们自己的 而且只有你自己 才会永远跟着你自己 永远 直到 永远 谢谢大家 开心不啦 我还有五六百个笑话呢 以后慢慢的分开跟你们讲 其实师父也很喜欢笑的 我很开心的 尤其你们开心了 我就开心 你看到现在的末法时期 你看我们普渡众生 广播啊 电视啊 哪有开一个法会几万人呢 想一看 今年在香港的时候 五六五万人左右啊 你看看人山人海的 他们告诉我说 出去人见人 人碰人 就是人 人 只有人 才能变成佛 六道众生 只有人啊 只有人才能成佛呀 所以我们好好地把握住 我们现在 好好做人 好好学佛 一事修成 永断轮回呀 你们还以为我还会再讲几句啊 这次真的不加了 不讲了 好了 回答问题了 第一次回答问题 我们下轮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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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